美国的911恐怖攻击到现在已经20年了 记得的人永远记得那一天当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你当时身处何处 不了解的人如今可以在Google上寻找这段历史了 最近的美国民调显示 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 那个事件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国家 无论是在安全、国安、人权、恐攻 乃至各种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权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的确那场恐攻造成了至少当时那一天之内 将近3000人的葬生 而美国随后发动了各种世界的恐怖 打击恐怖主义的攻击 也造成美国的此地有7000人送命 在那一天随后的过程也有很多人说 他们的呼吸器官或者他们自己的神经 抑制他们的心理影响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受害者可能上万人以上 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之后 究竟我们对那一天记得什么呢 有好几张照片 当时的摄影师他是如何坐下按下快门的 刹那的决定 他如今又怎么看待这20年的变化 2001年9月11日早晨 在纽约消防队的警报声响起10多分钟后 却意外让正在拍摄消防菜鸟纪录片的发籍制片兄弟党 近距离捕捉到震撼全球的画面 这段关键影像还原了911空公当下的情况 也让世人得以铭记纳业历史 但为何制片能这么凑巧 像是提前就定位弯 拍下尔达 回到911当天8点46分 消防队接获瓦斯外泄通报 抵达曼哈顿街道寻找外泄点 没料到一阵飞机低飞的声响传来 朱利斯本能的让镜头寻着声音一叹 悲剧已经倒数 情况紧急到拍摄的镜头都无法稳定 或者参与这场任务的兄弟两知道 接下来的每个镜头都会成为灾难片的一部分 尤其是进驻到恐攻目标 纽约世贸中心后 当时距离现场最近的纽约消防局长菲佛 成了首位进驻世贸大楼北塔的指挥官 他初步勘察环境后 知道北塔结构安全堪率 电梯无法运攒 消防弟兄得背着近60磅的装备 徒步上楼 要下达这个命令 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因为朱利斯发现 菲佛默默走向一名消防员身旁 那是菲佛的弟弟 当朱利斯捕捉世贸中心内部的画面时 哥哥盖登同时也在街道上 记录纽约课的男女之心 但更惊恐的是 自杀攻击没有停止 南塔一声轰然巨响 残砖从天而降 纽约像是困在噩梦的循环之中 位置的情况让救难队的警戒到了最高点 身在大火里看不到的是被火围攻无路可逃的绝望民众 他们被逼得走上显途 美联摄影记者德鲁当时拍下的这张照片 坠落的人 照片一问世 也把世界带进最残酷的瞬间 在美联摄影记者 长达半个世纪 当年54岁的德鲁结束前一个拍摄工作后 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 要他赶赴现场 记者的使命让他彻底忘却 灾难近在咫尺 他的职业理性堆叠出照片中 不带火光与血腥却充满残酷与悲伤的情绪 这些坠落的人还活着吗 他们又是谁 成了许多人最想问他的问题 整套照片都充满故事 而坠落的人更成了此后 世人与911事件直接连结的代表作 而这张照片甚至被他出价收藏 坠落的人用最简单的画面 呈现出世贸大楼外 巨大的无助和彻底放弃 而床内仓皇逃离的路 依旧长得看不到镜头 德鲁和制片兄弟党的职业信念 成就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还原了恐攻当下 那种急遇逃离的恐惧 镜头背后明锐的观察 让消防员的复杂表情 自然却深刻的留了下来 但当录影持续之时 每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 也在蓄势待发 因为当大楼外的情势越来越糟 大楼内的朱利斯正拍摄 飞佛局长用无线电联系指挥时 南塔竟开始倒塌 当耳边的声音越响 眼前的人跑得越快 朱利斯回过神 想尽办法打开摄影机的灯 再擦了擦 全是灰烬的镜头 这些生死瞬间的影像 说明每一位消防员 也都是一条宝贵的生命 更别说大楼倒塌的那一刻 许多弟兄还在高楼层 执行救援任务 大楼倒塌后 整个市中心全被厚厚的灰烬覆盖 这片兄弟俩依旧坚持擦亮镜头 继续拍 而他们确实也用影像 记录下历史 详述纽约消防员的使命 历经身心创伤 343名消防员 不幸在911当天牺牲 而Fayful的弟弟 是其中一人 91120周年前戏 台湾首度能在CNN频道 收看这部纪录片 借影像的力量 牢记如今和平 得来不易 且CNN也特地寻访了 片中的人物 当时的Fayful局长 事后领导了 纽约消防中心的反恐 与应急部门 致力于恐怖攻击研究 而对于那些 不幸殉职的弟兄 继承他们一波的孩子 并不算少 他不是一天他遇到的 但他遇到的 但就是一天 他遇到的 迈克的父亲 11年前 因参与911任务 导致离癌病逝 现在也是消防队员的迈克 写下了从祖父开始 一家三代 都在同一个消防队服务的故事 因为我爱的 消防队员为今年迈克父亲的贡献 不仅将他的队服高挂队上 当地更以他的名字 作为街道名称 而当时同样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康纳 退休后投入建筑结构安全的工作 因为对他来说 安全是活下来后最重要的事 他花了七年时间 协助在受创严重的世贸大楼原址 建造出如今 现代摩登的世贸一号大楼 一转一瓦的堆叠下 也像是慢慢修补了他心底的创伤 而一旁的911纪念馆里 静静摆放的那台摄影机 正是当时协助制片兄弟俩 写下历史的最称职的戾气 二十年前 人们透过镜头留住瞬间 二十年后 影响更牢牢地引领下一代人 见着那个看似遥远 却不曾被忘却的911 愿这些人们历经磨难后 都能找到最欣慰的一幕 然后取代苦痛 深深留在记忆里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世界 我们下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